社會運動 去年的社會運動 再加上今次由1月開始到現在的疫情 絕對是一個雪上加霜的情況 我們今次的調查報告裏面 我們發覺最受影響的是 教育和教育相關的行業 例如補習社或者一些興趣班的行業 零售和法律界都是比較嚴峻受影響的 他們會停業或者是部分停業 甚至是裁員或者是考慮結束生意 絕對是雙重打擊的 大家都看到最近的市況 街上少了很多人走 也有很多零售行業 其實香港來說是一個不夜食 很多零售行業其實收10點或者11點 但你看到最近都可能是7點 或者8點 他們已經選擇去結束營業時間 如果沒有一個很大的喜訊 我覺得這個經濟會一直插下去 去到年底的時候 開關口或者沒有隔離措施 才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復甦 最近一些上市公司的報告 很多主席或者CEO或者重要的決策者 是自己自願減薪的 減一半薪或者決定不滋生三個月 其實看到很多人都意識到這個經濟下滑的情況 全球經濟其實是一個大趨勢 都是一個不是很好的現象 如果我們香港人還是不齊心 或者還是一個以政治運動走先 我覺得對經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整個香港的形象受損 或者外國或者所有媒體 對香港有另一個負面的形象 其實影響香港的各行業 最終受害的都是我們下一代和年輕人 他們的就業機會 他們的就業選擇一定有所限制